那个网吧呢 就说的不太好 那个地方呢 什么人都有 孩子你不要到那个地方去 这个他的儿子呢 就跟他就说了 妈妈我就要去 你可以出去溜弯 我就可以去网吧 妈妈你还要给我钱 后来他的妈妈就说 我今天不能给你钱 那个地方不能去啊 舞厅网吧都不能去的地方 我不能给你 当时呢 这个儿子呢就说的 你我跟你是平等的 你不给我 你知道吗 我就可以打你 十几岁了 十三岁 然后就给了他妈妈三个耳光 然后呢他就说了 我不跟你交朋友了 我们大家听到 就是第一天向大家提的问题 十三岁的孩子 能够给自己妈妈三个耳光 请问 十年之后 十年之后 二十三岁 他捅自己妈妈三刀 各位觉得奇怪吗 觉得意外吗 不奇怪呀 畜生是交出来的 好人也是交出来的 你只要 不交给他人道 怎么做人 跟钱 房子 车 没关系呀 十三岁 十三岁给妈妈撒耳光 二十三岁捅妈妈三刀 奇怪吗 好人是交出来的 坏人也是交出来的 畜生还是交出来的 谁说的 三字经 人之处姓门山 真理 狗不叫姓乃千 丧失了人性的教育 哎 人性就扭曲了 厨房的油灯泡啊 哎 真理 第三句 谁的责任呢 养不叫父之过呀 你养他 你不教育他 不让他保持这个纯净纯善的人心 违背人心 父母长辈的过错呀 你不教育他 长幼有序 人不会做了 所以我们就 你会教育孩子吗 他为什么会怨恨你呢 有原因呢 不会当了 人不会做了 灾难就这么来的 所以我们大家这才知道 一切的灾祸都有根源 长幼有序 夫妇有别 君臣有义 那个道义的义 跟钱没关系 最后朋友有信 朋友要讲信用 这五种 它是人性自然的规律 自然的表现 不是从哪学来的 说咱们学传统文化 我学做人你错了 这个学做人是一个 这个方便的说法 让大家好接受 事实上呢 你本性 你就有这个东西 你本性就是和谐的 那么我们再说 第二个 这乱论长幼有序啊 第三个什么呢 夫妇有别 这周一里面讲的太轻了 时间关系 我们不细讲 夫妇有别 讲什么意思呢 男子他的天性是阳性的 女子的天性是阴性的 阳性有阳性的自然规律 阴性有阴性的自然规律 阳性阳刚 刚见顶天立地 大丈夫雄性 这是男子汉的 男子的特点 女子特点什么呢 阴性的特点 你看自然规律啊 阴性特点什么呢 阴柔 他很柔弱 柔顺 第二个什么呢 安静 第三个是谦卑 第四个是妄夫妄家 女子的天性 今天女子你看都像大丈夫啊 哎呦那家伙 把丈夫说拍倒就拍倒啊 他到外边去风风火火 我们不是说不让女子出来到社会上来工作 而是什么 有顺序 你会做女子吗 女儿会当吗 会当太太 会当这个妈妈 会当儿媳妇吗 这些都不会做了 女子天性违背了 柔顺 谦卑 安静 这是 这是她的甜心 也不顾老公 这一天 工作是否辛苦 回家的心情怎样 身体怎样 我有没有给她做 好吃的饭菜 没有 马上叫过来 随便吃点饭 饭不重要 精神质量更重要 开会 连夜开会 连夜开会 那真的恨不得 我说你 那个时候这个老公是坐在桌子对面 是吧 对 我觉得 你又给他上课 对 我觉得我恨不得就说 我说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很重要 而且以后会多次开 我觉得 有很多的东西 是你非常需要的 我觉得 我说 我觉得你有必要做一下笔记 我对一个大学教授这样说 我说你有必要做一下笔记 我觉得要多次的拿出来 进行研讨 今天采访了房地产行业的 回去我要跟他谈一下 房地产的形势 你不做这个行业没关系 但是这个成功的共通之处 它是相通的呀 然后就开始谈 明天可能又接触另外一个行业 我觉得我老公那会儿 真的 可能我觉得 后来他跟我开过一个玩笑 他说我跟你结婚这么多些年来 他说我发现 我的抗打击能力 抗蹂躏能力 飞速的成长 天天折磨他 那么 所以有人跟我们提问题啊 说今天很多城市出现男子医院 出现女子医院 什么原因呢 男子医院因为什么呢 这我们一看就知道 他治疗这个生殖系统疾病呢 我就给他讲 这什么呢 叫纵欲造成 今天男子中医啊 反作用力都报应来了 生殖系统坏掉了 男科医院出现 过去我没听说过 什么男科医院没有 现在中医造成的 女子为什么老出来很多女子医院呢 你说乳腺癌 乳房切除了 子宫癌卵胶癌都切除 我们的老师就有啊 切除了 他们就来问他 这为什么呀 我说这些你看看都是什么 他这个来提问你 他说这都是女性特征啊 我说对呀 乳房子宫卵巢 女性特征啊 我说对 我说你再看看这些病人 他有什么特点呢 他说我看不出来 我说我告诉你 他们不会做女人了 不懂得人道了 天性他不懂得了 天性女子啊 柔顺 谦卑 安静 那么他不会做女人 他就阳刚 风风火火竞争 非常的强 女强人呢 我说他看上去就不想当女人了 为什么呢 女子天性他都不想遵守了吗 不想当女人了 我跟他开玩笑 我说那上天看到他呀 算了 你要这些女性特征干嘛 都给他切了算了 就这个意思吧 大家留心观察 真的不是开玩笑 你就看 这些器官生病的女子 都有个特点 她阳性特别重 那个脾气暴躁 很阳性 你说她安静的 谦卑的 柔顺的 我们跟大家讲 不太可能会生这些疾病 这是真的 她反作用力就报应在这些 这些女性特征的这个器官上 这是真的 这警告你呀 你不想当女人了 你说现在我到深圳做汇报 那下边女强人很多呀 对我们讲 这次有个提问 我印象很深 这个字条我还带着 她讲 郑柔 她就讲 她说女子柔顺 这什么 我们当女强人 有什么不好的 这个天下 这个男人都不行了 这个天下 靠男人 靠男人能撑得起来 这个天下吗 我就给她回答 我说撑不起来 真撑不起来 为什么呢 一个好男人 谁教的 妈妈教的 女人呢 妈妈教出来的 你能离得开女人吗 第二个 一个好丈夫在外边 一定是有好妻子在家里面 是吧 所以妻子是相夫教子 必须得有好女人 才会有好男人 在这个世界上 成为伟人 成为精英 能离得开女人 离不开 但她那意思呢 就是都跑出去 都去赚钱去 那你家里双方父母谁管呢 孩子谁教啊 丈夫谁帮啊 男子为什么不行啊 没有好女人帮啊 这就是道理 再有 我就给她讲 这个女子 她的这个天性 如果你违背了 我说你看 公鸡打名 母鸡生蛋 你的天性 你现在都出去打名去 你不生蛋 你老母鸡老强的打名 那你说你能好得了吗 你让那公鸡回来 复旦来 不正常啊 你看有的人 她在家里 好女儿 好太太 好儿媳妇 好妈妈 她到社会上 她是一个市长 她是个女企业家 好啊 不是没有啊 有这样的人 那我们的古大嫂 就是这样的人 她那个汇报教育很多人 她是有顺序的 到了这个班 啥情况呢 43个女企业家 女强人 一个比一个长得漂亮 一个比一个有钱 开车都是好的 穿的都是高档的 漂亮的 我都没法形容 我都当时还 还唱着说 属我丑了 我最丑的 跑到这个班了 但是下来 有一个啥情况呢 这43个女企业家 女强人 包括我在内 只有六个没离婚的 我这么一想 这女强人 女企业家 这强来强去 把个丈夫也强跑了 这强到哪去了 就这么想 然后刚开始 我那会儿的能力也不够 我也不会跟人家沟通 私下一了解 人家都是什么呀 丈夫回家 伺候的 人家家务事 根本就不用做 就这样 怎么欺压 丈夫让丈夫 怎么伺候 还是不行 不能说了 让不过 明天你又不得上午 还讲呢 凡事不让讲了 不行 走吧 走不走 走 让走 这好多人都没讲 再说吧 再说两句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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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夫妻之间 更像这个牙和这个舌头 这个女人要像舌头一样的柔软 手本位 这个牙硬 它硬了 咱们就软点 躲一躲 东躲一下 西躲一下 对不对 你看这个牙 这个牙硬硬硬 这个牙有掉下半个呢 这么多年了 不知道大家谁借过 这谁的舌头 掉了半个 掉地下 这个软的不掉 柔 是女人的 更 颂 是女人的本 微笑 是女人的 通行这 四项基本原则吧 四项基本原则 跟大家今天分享一下 第一 打不还手 第二 慢不还口 第三 你来送送 第四 解决不离婚 这个 这个有个啥情况呢 我 我 我 你来的 你来的 我 没关系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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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货真驾驶我做好事 没人看得见 没关系 下联是什么呢 存心有天之啊 那个天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跟大家讲 我们不要再老辱骂我们的先祖了 我们总说老祖宗迷信 错了 不我们是误会 完全不懂得其中的智慧 这个天是什么意思呢 天就是自然规律啊 天地万物运行的代表着天呢 自然规律啊 存心有天之 就是我这颗心的 自然规律知道 我做好事 它有善的反作用力 它有善报啊 那你怕什么呢 人任何行为 说话 做事 心里的想法 科学家告诉我们 都是能量啊 能量 只要发出去 一定会受到一个反作用力 这中国有句老话叫什么呢 叫 人善 这个人很善良 人气 他边上有糊涂人欺负他 没关系 人善人气 天不起啊 自然规律不会欺骗你啊 他不会对你不好啊 他会给你一个很好的回报 人善人气 天不起 同人常讲 存心有天之 你看那个天字怎么写 里边有个人 上边那一盒 把那个人顶住了 你的上边有一盒 那就是天啊 一定得知道啊 所以我们大家 现在天不怕地不怕 你就完了 人定胜天了 造反了 那自然规律 一定把你给消灭掉 为什么呢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之就是自然规律 你要随顺自然规律 常生 逆之者亡 那你一定被淘汰啊 这叫什么呢 这真的叫 物敬天择 老天会选择啊 老天就是自然规律 他会把你淘汰了 为什么呢 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 不怜不耻 天天违背人心 我们跟大家讲 清华大学的校训 讲得很好 叫什么呢 叫后德载物 你看清华大学一进去 你总不能说他是 封建迷信吧 后德是什么呢 这个人有德行 什么叫德行呢 哎 他做儿子 他孝顺父母 做兄弟兄弟有爱 夫妻有别 男主爱女主内 啊 做领导 做下级 他怎么样 他讲究道义 他不是光认钱 做朋友 他讲信用 这叫德呀 你本来该有的天性啊 按照这个天性表现出来 这叫德呀 后德 后德什么意思 就像下雪一样 今天下一点 明天下一点 越下越后 这个雪越下 就德行也是这样 天天按照自然规律 按照人性 他去生活 去做事 越积越后 你德行后啊 后德才能怎么样呢 承载得了 那个物那个字 就是福报 享受 待遇 好吃的 好穿的 福报 用那个物质的物代表 后德才能承载得了 咱们这一生 想要家庭幸福 事业成功 那叫物啊 什么能承载得了呢 后德 有人讲了 这个跟今天价值观不一样 对价值观决定生死 今天的年轻人怎么样呢 他认为 我只要有了钱 我就有了一切 我有能力 我就有了一切 你错了 你没 你缺德 你没德 没德 你拿到这个东西 就是灾难的 所以农村呢 老奶奶常常讲一句话 小伙子 你吃的 穿的 住的 比你妈妈爸爸好多了 你有那德行吗 你有那福报吗 你不怕你早死啊 我们把这个说什么呢 老奶奶 你过时了 什么年代 今天有钱就有一切 他不懂 他错了 老奶奶说的是真理 为什么呢 厚德才能承载得了福报 否则的话 叫德不配位 必有栽养 什么叫德不配位 这个人德行啊 太太缺德了 五轮 哪一轮都没做好 人他都不会做了 太缺德了 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 不怜不止啊 什么坏事都做啊 他跟那个道德是相 跟自然规律是相反 太缺德了 他的德行啊 跟他的福报不相配 那个位置的位 就是你的福报的代表啊 你说我坐着官位 坐着这个位置 好啊 有待遇啊 好 古人用一个位字代表 德不配位 跟你的享受 不相匹配 必有栽养 举个例子呀 大家上网查一查 三四十岁 有一个官员叫李珍 这个人啊 做官 做得很大的官 当了亲长 那真是少年得志 那可了不得了 他坐了这么大的官 也就这个位置 他坐上了 你一定要知道啊 你有这么多的享受 你说我当董事长 我当领导 你的德行啊 你到了这个位置上 还得有更大的德行 为什么你说 我是做厅长的 你得对全省 他是做税务的 你对全省的税务 你得负责任的 你尽职尽责任的 叫德 官德 本来就该具备的 这个责任吗 这个能力吗 那个叫德行 你要是没有这个德行 那完了 德不配位 跟你的官位享受 不相配了 必有栽养啊 打个比方 我们家里边呢 拿那个硬纸板 叠一张桌子 上面能放 能放五斤的分量 他就能承载得了五斤 你给他加一点 你发现小桌子慌 再加一点 啪架 这桌子就啪了 这个李真就是这样 当了大官 撒月抓起来 现在这个人已经枪毙了 死死了 不在这个世界了 灾殃 他的灾难怎么来的呢 争啊 都想当大官 要钱 出名得利 吃的好 住的好 你看那个年轻人 他凭什么董事长 开这么好的车呀 他就争 想尽了方法 他就争 你不知道 不是你的 你争来 你没有这个德行 你受不了啊 这是真的 这些人手中 追缴的赞款财物 折合人民币 1.9亿元 2002年6月21日 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开庭 审理了李真利用职权 收受贿赂 据脸钱财的严重违法案件 在庄严的法律面前 李真认识到了自己罪孽的身重 我对我的犯罪行为 完全的承认 并表示万分的悔恨 2002年8月30日 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李真受贿赂一案 依法进行公开宣判 判决如下 被告人李真 犯受贿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中身 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 犯财污罪 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之刑 剥夺政治权利中身 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 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中身 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 那有人就问了 说我这个人 要是得不配位之前 灾难来之前 有没有预兆 有预兆 自然灾害来之前 有预兆 人要是有灾祸来之前 也有预兆啊 你说这个人 人要出事之前 有没有预兆呢 你仔细看 你看这个李真 你就能看得出来 你看这个房子要倒 要倒之前 这个房梁嘎吱嘎吱响 墙上出个猎瘟 那个房子要倒 那就是预兆 这个李真被抓起来 枪毙之前 灾难来之前呢 他的预兆是什么呢 大家一听 我们就听明白了 李真被抓起来之前 省听一把手啊 当了厅长了 这一下坐上这个位置了 他就不行了 得不配位 他受不了那么大福报啊 他怎么样呢 他是躺在车的后座上 躺着出去 根本就不是坐着 不像人样 出去之后警察拦下来 说你车闯红灯了 下车给那警察连耳光 你知道你拦的是 哪个大爷的车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看 出去之后横着走路 披着衣服 横着走路 说话不像人呐 傲慢了 那眼睛长天上去了 根本装 还有 有那个新华社记者 我们当时去河北采访 新华社记者给我讲的 他说这个李真在出事之前呢 浮躁 浮躁 暴躁 反常 我那会儿没学传统话不懂 现在我看明白了 他受不了那么大福报啊 就像那小桌子一样 开始晃晃晃 最后趴架 为什么呢 德不配位 就这么简单 必有灾压 所以我们今天人们都在这 哎 人家吃的好 咱们也吃 穿的这么好 咱们想尽一切办法 这会儿好啊 拿个剪刀 咔嚓剪来 往家里一唱 哎呀 都是灾难的 三天的 那么李真 撒月抓起来了 枪毙之前 他给他的孩子 十一岁的孩子 七十三岁的老母 写了一封信 绝书 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得到 是吧 绝笔信呢 说你将来 讨分 要饭都不能当官 为什么呢 那得有德行 没德行 早死啊 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 出名也好 哎 我们今天出名得利 当了大官 做了位置 有这么好的享受 大家一定要想 你有那德行吗 德行就是能量 那个福报也是能量 那个能量太大 你承受力小 他自然就趴家 这是真理啊 我刚才忘了给大家介绍了 我现在这个一直做一公四年半 我这个手机啊 一块钱 一块钱 我到这个电器公司 他打折 五十八块钱买个号 一块钱 送个手机 这一块钱手机 我用了四年了 我走到哪都不觉得丢人 挺好 用得挺结实 我这个布鞋啊 八块钱的 八块钱的布鞋 有人讲 你是不是 你是中央电视台 你怎么了 现在 钱都捐出去了 帮助别人 救病人了 我自己为什么要这样生活呢 跟各位讲 我自己没有德行 我到大学去做汇报 我看到大学生 我的手机多少钱 五千 我谁给你的钱呢 这爸爸妈妈给的 我说你有什么德行 你用这么贵的手机 得不配 为必有灾殃 你早死啊 你小心点啊 他看 他看这个大学生问我 说你用多少钱 一块钱 一块钱 我说一块钱手机好啊 他不早死 健康长寿啊 我跟大家讲啊 生活简朴一点 好啊 为什么他没危险 你生活太好了 你没有那个德行 你连做个儿子 做个女人都不会做 你没有 那天职啊 做女子的天职 相夫教的 你缺乏做女子的德行 德不配为必有灾养 所以有个老阿姨 给我们举手 我这回明白了 三十多岁 天天享福 他又天天缺德 他能相反的 他当然福报寿命 消光了 能量消光了 人就死了 就这么简单 人体就是一个 生命就是个能量块 消耗光了 就拉倒了 天天享福 今天年轻人 就一个目的 他不修德行 他不为别人想 天天想自己 就是享福 今天吃这个 明天喝辣的 最后怎么样呢 德不配为 真的是重病 意外的灾祸 还有啊 夭者死得早 那个老阿姨 跟我们讲 说我们家孙子呢 我们孙子 他怎么三岁五岁 老上医院跑呢 今天儿童医院 我们去看 很多的孩子 常常生病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呢 德不配为必有灾养 那老奶奶问我 为什么呀 我们家孩子 怎么德不配为 我你看 你孩子三岁 小孙子啊 你就是十一岁 这孙子 好了 你去饭桌上看 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姥姥老爷 六个大人 白发苍苍 伺候这个孙子 我说我就问了 他三岁 他八岁 他给你们这个家 给这些老人 有什么贡献 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 哪个是他贡献的 哪个是他给家带来 他有什么功劳啊 没有任何功劳 没有任何贡献 然后反过来 六个大人伺候他 德不配为啊 必有灾养 灾养三种 头一个鸡兵 你看他老生兵 你给伺候进去的 有道理啊 你听了这个 你才知道 人伦不能颠倒 孩子 中国古人就教个孩子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 家里来客人 边上去拿个板凳 就跟养个小猫 小狗一样随便吃点 现在孩子 他做正威 那家里人都围着他 这样的孩子容易生病 容易出现各种意外 还有就是夭折寿命段 这是真的 自然规律 不会错呀 所以中国古人 告诉我们一句话 我们大家今天一定要记得 叫什么呢 叫 无功受禄 你没有任何功劳 享受待遇很高 你说我这行贿 买来的官 我这想的办法 坐在这个位置 无功受禄 怎么样呢 大凶之相 灾难 大凶之相 你跑不掉 你受不了 所以你看有的人 他福报一来 家里一盖大房子 农村有 我们常听说 家里一盖大房子 去世了 那明星一出名 出车祸死了 这个人一宣布说升官 一宣布 庆功酒 心脏病发 人走了 为什么呢 他受不了那个能量 那是真的 他德行差 这个我们才了解 德行就是能量 最健康的能量 他和天地吻合 所以中国有句老话 叫与天地合其德呀 那个可了不得 生生不细 最后我们跟大家再讲一个 癌症是怎么来的 餐巾纸的故事 大家看这个餐巾纸 就像我们人体的细胞一样 非常整齐洁白 很好 出生了都这样 你们婴儿多健康 人人都这样 我们生来是健康 那好了 人一发脾气就扭曲 把这个细胞就都扭曲 像这个餐巾纸一样 扭曲 你一发脾气 你看鼠脚冰凉 脖子通红 是吧 这个嘴唇发紫 整个这个细胞全部扭曲 不但是这个 你五脏六腑都扭曲 你把你最爱吃的放在眼前 刚发完脾气 喝口水都难受 为什么呢 你那个胃已经扭曲了 我讲一个我们家的悲剧 这是真的 在80年 80年 我的老爷呀 六十岁 身体很健康 那个声音的红亮 我现在还记得 然后怎么样呢 他老人家呀 他从外边回来 回来之后 他生气了 生闷气了 生闷气 他没学过这个传统文化 他不知道人 这个发脾气 生气之后 他那个胃都是扭曲的 五脏六腑细胞 细胞都是扭曲的 他怎么样呢 回家之后饿吃饭 我这个姥姥啊 就外婆 他没学过父道 怎么相夫教子 察言观色 没学过 回家之后晚饭 你说给六十岁老人 做了一碗米饭 一碗牛肉 哎呀 这吃完之后 晚上九点半来电话 说老爷住院了 抢救呢 大面积心肌梗死 一个月之后 我的老爷去世了 六十岁去世了 所以我学了传统文化之后 八零年的事 我学了传统文化 我才明白 哎呀 你会当太太吗 你不会当一顿饭 都能把亲人给送走 要了他命啊 你会吃饭吗 没学传统文化 那个饭也敢吃 六十岁 你那个胃是扭曲的 硬往下压 那要命啊 这是我 我这个老爷的这个情况 所以他扭曲的吗 我在讲我妈妈 当年呢 我妈妈四十多岁 我妈妈 一米七的大个子 他的性格和脾气 男子的脾气性格 那个疯疯活活的 像男子一样 养性啊 他不是阴性啊 阴阳颠倒错位了 他做的都是男子的事情啊 脾气也很暴烈 四十多岁到医院检查 最后子宫切除啊 我妈妈子宫切除啊 什么原因呢 他不会做女人 你是多么的可怜 我爸爸怨恨 怨恨心很重 他那个兄弟姐妹 他都常常怨恨 五轮关系 兄弟他不会做了 所以说 他这个细胞也是扭曲啊 生病糖尿病啊 什么原因 怨恨啊 那个细胞都扭曲了 很难治得好啊 我家里的悲剧 天天扭曲 那个力量太大了 能量啊 想法 说的话 还有我们的行为 这三项都是能量 违背了自然规律 违背人心 那就反作用力 这太可怕了 就这个 你痛苦了 石头长出来结实啊 我们大家不能再发脾气了 不能着急了 不能再怨恨了 你不得癌症 你不生病 谁生病啊 我们大家这听明白才知道啊 人不能发脾气 不能着急 不能扭曲啊 一发脾气手脚冰凉 脸红脖子粗啊 细胞通通坏掉 时间长了 他不回去了 癌症 所以有观众就问 是这个扭曲的 多长时间恢复呢 你们发脾气 着急上火 扭曲啊 多长时间恢复正常 三天 科学家告诉我 三天 我们今天着急上火 更高更快更强啊 他天天都欲望啊 天天想得到更多的呀 贪婪的 他着急得不到的着急啊 他那个细胞天天扭曲 他不是一三天着一次急 一天三次 十三次发脾气 着急上火 郁闷焦虑 他那个细胞 长期扭曲 长期扭曲 各位观众我们看好了 这是什么 这就是癌细胞 癌症怎么来 就这么来的 你问科学家 他不知道 全世界今天都不知道 癌症怎么来的 老祖宗讲得很明白啊 相由心生 静随心转啊 人的相貌 人的身体的结晶 所有这些血液细胞 水分 他都是啊 由这个心来改变的 相由心生 静由心转 你不相信 你发脾气 脸准变 你高兴脸又变成另外一样 相随心 心转啊 这是真的 天天扭曲 癌症啊 你对这个没概念 胆结石 肾结石 胆管结石 石头 你看 这个东西怎么来的 发脾气 怨恨的 把最柔软的血和肉 那个能量很大 它是违背自然规律能量 他把血肉最柔软的 都给它凝结成石头 就这么来的 这我们才知道 癌症怎么来 就这么来 扭曲啊 天天扭曲啊 你要不相信 你回去啊 你做个实验 你发一次脾气 你找个木头板 钉一个钉子 发个脾气 钉回钉子 一个星期 哎呦 你看这木头板 全是钉子 好可怕 身心受的伤害 太重了 随了传统话 不发脾气了 把这钉子拔下来 拔下来之后啊 大家往这看 全是困冷眼 你看 你的身心破碎 就这个程度 一个星期就这样了 一年52个星期 52块木头板 是吧 你发脾气十年 再乘一个十 你的身心破碎啊 你不得癌症 你不生病 谁生病啊 你不但这样 你还跟你的父母 家人发脾气 伤害他们 让他们的身心 成为这个 你就是杀你的父母啊 你大不孝 孝顺的顺 是顺着他们 我们能孝 能给点钱 但是怎么样 不知道顺的 天天让父母身体这样 他得癌症 他得结石 这是真的 你看日本那个江本生博士 做的水实验 我们大家一看 你看这个是 对着一杯水 就给他讲 我爱你 我感恩你 最好的信息啊 能量啊 符合人性 人性本善啊 发出去之后 你看这结晶多好 他这个实验上千万次 在联合国都做过汇报 反过来 我恨你 我讨厌你 急死我了 混账 你看这个绝境 多差啊 我们这个身体啊 百分之七十都是水分的 都是由水构成的 那个血液就不要提了 你天天让你这个血液 你看到什么模样的 就这样 相由心生 静随心脏 给扭曲了 这扭曲了 癌症来了 这癌症来了 结石来了 癌症怎么来的 自己赶招来的 这个我们才听明白 我们大家再也不能发脾气 不能着急上火了 所以我们这个汇报团的老师 他们讲的都比我讲的好 我这是做一个像导游一样 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这个时间呢 可能影响到大家吃饭两分钟 不要生气 你生气啊 你生气 你细胞就这样 下次啊 下次你家里人再跟你吵架 你也不要跟他打 你打什么 你跟他讲餐巾纸的故事 他在吵架 你就把这餐巾纸拿出来 在他面前 他就害怕了 癌症啊 那是真的呀 各位观众啊 我们所汇报的这些 讲的对的 讲的好的 全部是我们老祖宗讲的 讲的不好的 讲的差的 算我们自己的 因为我们复数老祖宗讲的话 这些老师讲的更精彩 比我讲的好多了 今天下午到明天后天 大家听完了之后 真能改变命运 绝对不是假话 和谐社会一定能实现 我们感恩主办方的领导 感恩各位老师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场的观众啊 为了来听会 大家风雨无阻 那我们看到啊 真的是非常感人 这个是背着 背着这个观众 再往下走 我们听说呀 这个有的领导啊 为了能够 来把这次盛会啊 完成 那么为了赶到现场的 那个车呀 都撞坏了 我们确实觉得呀 这个为了构建 和谐社会 为了造福一方啊 尤其是我们主办方 能够啊 有这么大的爱心和诚意啊 特别的感动人 我们的观众啊 非常感恩你们啊 非常感恩 自然规律啊 太阳东方升起 西方落下 公鸡打鸣母鸡生蛋呢 这都是 你看春夏秋冬四季 它永远这样 这叫自然规律 不是谁发明 谁创造的 我们在台上 也都是复数啊 复数这些自然规律啊 所以说大家听明白 才感恩我们的先祖啊 他们发现了 告诉我们的 中华文明太伟大了 真的太伟大了 道就是自然规律 人道就是人要遵守的自然规律 天道就是天地万物运行的自然规律 就这么简单 我们大家正在听明白了 所以说 这个人道 天道 是最圆满的 不能增加一点 也不能减少一点 它就像一个圆球一样 圆球 怎么讲呢 你看 一个圆球 咱们大家都学过几何 这个圆球 你增加一点 它就不是一个球了 它就不是了 你减少一点 它也不是了 它就这么圆满 用这个圆球来比喻 我们这个发现的这个自然规律 就这么好 它自然万物就是这样的 有观众反对 抬杠 说什么呢 你说这个太悬了 说自然规律 天地万物 这个人道也好 天道也好 不能加一点 还不能减一点 还不能发明创造 有那么邪惚 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它不相信 你能让我看见吗 这个例子就是 我就指着它 我说就是你啊 怎么是它呢 我说你看 你出生了 来到人世上了 来到人间了 不光是你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我说请问 你的五脏六腑 你的身体 请问 能不能加一点 能不能减一点 你说这肠子有点长 我给它弄短点 这个心脏有点靠左 我得给它放右一点 你能不能加一点 能不能减一点 能不能改变一点 一点都不可以 你改变这个人 就出了准准死 这就是自然规律 你就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啊 你就是没人教 你不懂罢了 这我们才了解 感觉人就是这样 对了 哎 这个叫圆满啊 这个圆球上任何一点 要想得到 一定从哪里得到呢 从圆心啊 学过几回我们都懂啊 从圆心出发 圆球上任何一个点 我们都能得到 也就是说 所有你想要的 健康 幸福 财富 相好 相貌好 你都能得到 前提是什么呢 就像这个圆一样 你一定要从圆心出发 你都能得到啊 反过来 朝上一点啊 朝上一点 朝下一点 朝左 朝右 朝前 朝后 那就不是圆心了 一定要保持在正中间 那个正中间呢 就是自然规律啊 你一切按照自然规律来出发 你没有得不到的 人伦就是道德 就是自然规律 你学到了 你就圆圆满满得到了 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是一定要找到 得到 做到这个圆心的 这个圆心在正中间 就像四十五经 其中有一部 叫中庸啊 哎 中庸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偏不倚 你不能不挣钱 也不能钱太多 太疯狂了 那不行 你不能不吃饭 也不能吃太多 他有一个自然规律 自然的速度 你不能破坏他 所以 这个国家里生活 这个国度里生活的 所有的人们 他按照啊 这个圆心来生活 按照中道来生活 不上不下 不左不右 不前不后 他保持这个中 这个中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圆心 就是我们的人性 就是自然规律 所以这个国家的人民 叫什么呢 叫中国人 这个我们才知道啊 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 那个美国记者就问我呀 说你们为什么叫中国人 我说这个意思太深了 你不了解啊 哎 我们 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们 幸福啊 哎 你破坏了这个中 那就完了 中是什么呢 哎 他就是不过分 你那个更快 更高更强了 那个人受不了啊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哎 我们五千年来 我们中华民族 所有的 你看我们没有跑白米啊 看谁跑得快 我们从来没有比赛过这个呀 我们再跟大家讲感恩 今天人不相信感恩啊 谁相信这个呢 在孝经里边呢 讲了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叫什么呢 要想人们得到啊 长期的富贵 你说我这个地位财富 我很希望让他长期的保存保持 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不要撒月就破产了 撒月家里边就就就摘货了 怎么长守富贵呢 满而不易 就像一杯水一样 你老往里边注水 老往里边倒水 哎 你看他不流出来 他不溢出来 哎 他就能够用这种方法 就能够怎么样呢 长守富贵 哎 你说往里边老倒水 他怎么就不溢出来了呢 告诉大家 你说我们家老挣钱的 老有好事 老往里注水啊 对呀 他怎么不流出来呢 流到桌子 他撒出来 那就摘货了吗 大家注意 这个答案在这个杯子底 这个杯子底上有个窟窿眼 有个窟窿眼 哎 你上边进的钱呢 下边要出的钱呢 这叫什么呢 这个下边的窟窿眼 叫什么呢 下边这个就叫回报 你看我挣钱 我这一年 我这一年挣了一百万 我要回馈 我要捐赠出去 哎 你要是上边注水 下边窟窿眼 堵死了 很快就溢出来了 那个怎么样 不能长守富贵啊 哎 校经理讲 这自然规律啊 所以人一定要知道回报 一定要知道感恩 所以我们很多企业家 投钱 来做这个公益论坛 这就是回报啊 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 不知道感恩 我干嘛回报 是拼命的搂啊 哎 都往自己怀里搂 大家看看自然界 有没有这样的物种呢 没有啊 咱们打个比方 这个母鸡 天天吃你们家那个 那个那个粮食 天天吃 吃完之后 它就不给你生蛋 那你想想 这个老母鸡什么下场啊 它给你生蛋 那就是回报啊 你看那个苹果 它秋天了 从树上掉下来 它为什么掉在脚底下的 那个土壤上啊 那是感恩 那个土地啊 养育了它 那是回报 那个苹果一烂 就变成了 那个土壤里的营养啊 动物 畜生 这些植物 都在按照自然规律 讲究回报啊 我们今天怎么样 铁公鸡一毛不拔啊 很多人 我给吃 钱不可能啊 都往怀里搂 最后怎么样 它就爆炸了嘛 哎 自我爆破嘛 很快这个人就倒台了 什么原因呢 不知道感恩 我们第一个要感恩 第一个要回报是谁呢 是父母啊 先给父母钱啊 给他们 给他们很好的 这个精神上的享受 物质上的享受 不要让他们生气 不要伤害他们呢 这个叫感恩 今天你到大街上去看 你在自己家里看 年轻的学生 面无表情啊 很冷漠 很冷酷啊 那个头发倒震 挡着眼睛 很多这样的女孩子呀 哎 你就看她 她也看不清你 你也看不清楚她 哎 我说你这个样子好吗 你看这个今天的学生 面无表情 走在街上 在家里 什么原因呢 我那天一看呢 那个歌星都这样 那个歌星 那个脸呢 哎 面无表情啊 像僵尸一样啊 哎 在那唱啊 然后现在的孩子说什么呢 这叫酷 是吧 有这么个词吧 真酷 你看看 电视在天天教啊 孩子们在天天学呀 学什么呢 怎么不是人的样子 他怎么学 哎 我们大家不要认为说 这是开玩笑啊 我们家里的电视 天天都在播呀 哎 人 最后 就变成这个样子 滑坡 地质灾害频发 谁是罪魁祸首 从我们的专业角度来讲 把工棚建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个选址科学吗 肯定是不科学 死人肯定就不科学了 地震引发灾害链 给我们留下怎样惨痛的教绝 像汶泽地震大概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 都是由于地震引起的滑坡跟干击水 伤亡的 城市化建设快速推进 地质工作面临怎样的尴尬处境 一个政府的官员 那个官员就讲 为什么自然灾害这么多呀 他就讲 那个地震灾区的周围呀 都是什么 几十座大大小小的水库发电站 修的全是那个呀 这个中央电视台播出来了 这个官员就讲 说这些东西都是凶灾呀 为什么呢 你破坏环境了吗 你要问他为什么当地的县官就讲 是你修这么多水库干什么呀 修这个电站呢 当地的领导就讲什么呢 我修一座 我的财政就多两个亿呀 你看 人就是为了更高更快更强多赚钱 他破坏了人跟自然的关系呀 你这一破坏 灾难就来了 警察不来找你 灾难就找你来了 这是真的 从科学角度来讲 这样的一个地区 应不应该建这么多水电站 我到甘孜的一个县去 我就问过当地的县长 我说你们修这么多水电站 其实我就会有很多问题 包括他县城都是滑坡 他说我修这么多水电站 自己的一年的税收 光税收就有四个亿 所以有四个亿过来以后 发展就非常好了 就心里就 就底气就足了 但是带来的这方面的负的效应 也是不容忽视的 夏日延延不少地方的人们都在经受着高温的考验 但是四川康定折多山 昨天早上却迎来了罕见的七月飞雪 雪花和雨雾笼罩着整个折多山 积雪厚度短时间内达到了近三十厘米 大雪给毫无防备的过往车辆 造成了行车困难 导致车辆短暂受阻 由于疏通及时 堵车时间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后 车辆开始在雪中缓慢前行 我们大家看到了 钱怎么来的 你看就像这朵花一样 它一简子剪下来 这个简单的 咱们修一个电站 修个电站 那个地震就来了 这是真的 山体滑坡就来了 所以说那么多的淤泥 把它铲出来之后往山上一扔 它要挖沟啊 它要施工啊 那些在山上来 堆到山上之后 一下雨全部泥石流亡 这个中央电视台报道 我们看到了 灾难怎么来的 有根源的 今天最恐怖的事情 不是这些灾难 而是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这些灾难的根源 那怎么来的 这不知道 这太可怕了 胃得消化呀 这个肠子得排泄呀 是不是 你看肺它负责呼吸呀 肝负责排毒 它各有各的功能 现在是把这个五脏六腑的功能 全部停止 停止 干嘛呢 咱们都造血 能这样做吗 不能这么做呀 这是场 这错误 如果一个人的身体 要是这么做了 他就会生病了 这个家庭就会出现问题 我们今天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情况 你家里为什么出问题了 通通会一个功能服务了 它不是一个功能啊 它有很多功能 就像你的五脏一样 这一讲我们就听明白了 一个社会也是啊 当这些其他的功能 跟你的这个 为经济服务 发生冲突的时候 你怎么办 我赚钱 跟照顾妈妈 发生矛盾冲突了 怎么办呢 我都为赚钱服务了 妈妈死活活 我没关系 所以你看那个妈妈 就卡死了 你看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就是家里边的人 整个这个家庭的功能 各种功能 全部停止 通通都为赚钱服务 一个人 他的五脏六腹 都为一个 都为一个器官服务 这个人 那肯定生病 就死掉了 你说肠子能造血吗 胃能造血吗 都为一个服 他就死掉了 一个家庭也是啊 他都为赚钱服务 这就是下场 为什么呢 老人身边的孩子都去哪里了呢 孩子身边的大人都去哪里了 都赚钱去了 那不就是这个结果吗 家庭不是赚钱的机器啊 我们大家今天听明白这个 才了解 这个 鼻子负责呼吸 眼睛负责看 耳朵负责听 嘴巴负责吃 各忙各的器官呢 各有各的功能 鼻子也不呼吸了 嘴巴也不吃东西了 耳朵也不听了 全部都为眼睛 都为看 都为这个眼睛服务 那你这个人不就出毛病了吗 这个就是结果呀 很简单 不复杂 我们这才听明白 今天的人们 我们这个社会 说很多不和谐 为什么不和谐 人都不安守本分 人不知道本分 你不能怪他 他为什么不安守本分了 他不知道他的本分 他不知道他在干嘛 超红! 温辖辱辱辱 hav 学好弟子贵 做好中国人 刚刚有一位观众呢 也是眼含热泪 请求我一再请求我 说傅崇老师 给我个两三分钟时间 让我上台和大家说几句话 那么这位男士呢 就在台下 大家掌声欢迎他上来 您好这位先生 您好请到这边来 那你有什么话 对在场的两千多名观众说呢 台下呢有我的爱人 有我的同事朋友 有我的老师 我叫李建军 我今天在台上 我想说一句话 什么话呢 其实呢 我就是中国 咱们 呃传统文化教育 确实之后 教育 受影响的一代人 我是七二年人 我的爱人 应该说是潘老师 那样的教授 过样的 那样的教授 我的教授比较严 但是呢 也没有受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 虽然我学了一两年的传统文化 但是呢 做的不够 就在昨天这个时候 我还在心里想 这个婚要离定了 肯定要离婚了 今天早上的时候 听了傅老师的接 这样之后 我就不离婚了 不离婚了 为什么呢 其实呢 我们现在这样子 不怪我 也不怪我爱人 也不怪我们的父母们 是因为中国缺失了 一百多年的 中国传统教育 我们也受害者 我不能再让 我的孩子们受害 我通过傅老师 我能知道 传统教育 也一样能够 整理我的家族 谢谢老师 给我用信 谢谢我爱人 其实我爱人度非常好 我在这里 向我的父母 向我的姻夫 那么大人 今天 我要做的不对 谢谢大家 非常感恩您 谢谢您 谢谢 现在请你看看这个人 你是否觉得 他的气质像个明星呢 此人叫做士乔达野 在日本 他制造了震惊全国的 强奸并杀害 英国女教师的案件 他是日本历史上 悬赏数额最高的通缉犯 这是他当年的照片 这些案件在日本和英国 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警察立刻赶到码头 逮捕了这名男子 此人正是士乔达野 他当时正准备坐船 逃往国外 正所谓法网灰灰 疏而不漏 杀人恶魔 最终落网 接受法律的审判 士乔达野 逃亡了两年多 为了躲避抓捕 他多次整形 最后整形成这个样子 2009年 士乔被日本警方抓捕归案 但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在日本国内 出现了大批喜欢这个杀人犯的女孩子们 这些女粉丝们纷纷表示爱慕他 原因就是这个杀人犯在被捕的时候 看上去很沮丧 这些女孩子们说 那是一种颓废的美感 而且那种落寞的气质 很像日本的一个演员 于是大批的女子们 纷纷替这个强奸杀人犯求情 甚至还有些女子公开求爱 表示想嫁给他 在网上还成立了粉丝俱乐部 这个冷血凶手 被尊称为士乔大师 逃亡王子 很多人对他大加赞美 看到这个新闻 实在令人感慨 有评论说 今天的很多人 已经完全不知道 人伦道德为何物 做什么事情 首先想到的就是欲望 最后想到的还是欲望 对于他们 名牌满足的是物欲 明星满足的是肉欲 现在尤其是年轻人 除了名牌 明星 吃喝玩乐 喝钱以外 脑子里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简直就是行尸走肉 他们已经完全成了物欲和肉欲的奴隶 你知道专家们又是怎么分析的吗 他们说 这个凶手充满了神秘感 就像浪漫动画片里的英雄 而临床心理学家则说 这些爱她的女子们 是想展现母爱 在这样的价值观和媒体报道的影响下 如果出现许多学生或年轻人 也去强奸杀人 去效仿这个令人羡慕的偶像 你会感到意外吗 而这个新闻并没有结束 这个只有30岁的强奸杀人犯被抓起来之后 在监狱里就开始写书 2011年已经出版 书的内容包括两年多的逃亡生活和强奸杀人的过程 据报道 这本新书很受欢迎 仅仅半年就为它赚取了1000万日元的版税 这相当于近82万人民币 一些读者称赞这本书是市侨和日本警方斗法的侦探小说 还有的网民称赞他有勇气有智慧 像这样一个人中的败类 强奸杀人逃亡被捕之后 竟然成了很多人追求和赞美的偶像 他把犯罪过程写成书 还能让他发了大财 还有电视台打算把他的书编成电视剧播出来 这个新闻看到这里 不知大家做何感想 我们相信 这个世间最可怕的不是穷困 也不是灾难 而是善恶是非美丑的标准 混乱了 颠倒了 彻底丧失了 很多人生活的唯一目的 就是满足欲望和追求享乐 人也无所谓做人骑马的标准和底线 最后连羞耻心都没有了 甚至争着想要嫁给一个被称作冷血凶手的杀人犯 要知道仅仅在几十年前 世界还不是这个样子 丧失了伦理道德的教育 人类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能不感到害怕吗 你能不感到害怕吗 尖巧语 惠乌池 赐紧气 切戒姿 学好弟子归 做好中国人 我们在一个小区里有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 手里拿着个菜刀追砍一个人 勇斗歹徒呢 是 这个挨砍的是他的母亲 接到居民报警的110很快赶到现场 由于砍人的年轻人的手中握有凶器 民警和对方对峙了一段时间 经过一番劝说之后 行凶的年轻人情绪稍稍稳定来 这个时候民警果断出击 持盾牌将该男子制服 这个时候黄某的父亲也赶到了现场 得知自己的儿子竟然迟到母亲 他气愤的大声指责小黄大逆不道 此时被民警救下的陈女士伤心的告诉记者 儿子今年23岁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工作 近段时间除了上网打游戏 就是在家中呼呼大睡 昨天下午 看到儿子又在玩电子游戏 便忍不住唠叨了两句 劝儿子尽快找份工作 不料儿子一听这话就暴跳如雷 站起来挥拳就打在她的头部 打得她眼前一片金星 继而又操袭家中的菜刀 追砍她 尽管母亲对小黄表现得十分宽容 但是警方表示 小黄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伤害 而且严重影响了公共安全 俗话说三岁打娘 娘会笑 二十岁打娘 娘上吊 疼儿疼了一辈子 儿子对妈什么样 酸甜苦辣 都直接连着娘的心窝子 昨天早上 主要的刘大姐心如刀绞 因为不孝子 竟然拿着拳头孝敬老娘 儿子手下一点没留情 把她的额头鼻子都打出了血 受苦了当时邻居们都帮忙 她才不至于太受伤 儿子今天上高三 已经成人了 为啥还能对自己的老妈 下这样的狠手呢 他好说胆说 才把孩子哄出家门去上学 可是儿子没有要到钱 心里始终不痛快 没想到儿子立马就发起了脾气 冲进屋子 见东西就砸 这台电脑刚修好没几天 被她砸得七零八落 做儿子的哪有这么低母心的 有的邻居看不过去 把社区的领导找了来 这才把她的儿子带藏了 电脑是儿子上初中的时候 他花了四千块钱给儿子买的 当时他并不知道儿子已经学会了上网 可是很快他就发现 儿子每天晚上点灯熬油 并不是在学习 他试着跟儿子谈了很多次心 可是一点效果也没有 半年前 他因为感情问题又和丈夫离了婚 本来一个完整的家 现在突然解体 这对鸟俩都是打击 他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 可是儿子却彻底迷失在网络世界里 不能自拔 尊敬的各位领导 尊敬的各位长辈 以及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 能够再次来到沈阳 和大家汇报 我学习传统文化的感受和体会 大家也听到了 老师上午对我的课程 有个简单的介绍 我叫胡斌 来自甘肃省兰州市 今年22岁 曾经是被十三所学校开除 但是我现在的工作呢 是义工 全职义工 做了一年了 所以我在每次汇报的时候 有很多长辈 老师同学 就很吃惊 很惊讶 就是想不通 为什么是 曾经是一个那样的学生 今天会做义工 真的是 说来呢 我也觉得很神奇 但是很简单 就是因为这么一本弟子规 这么一个小册子 1080个字 360句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以前有没有学过弟子规 了不了解弟子规 我在没有学习弟子规之前 我没有人教过 老师没有教过 我也不知道 我从来没听过 三字经 三字经 偶尔听这个 有身边的人会提到 弟子规 我从来都没听过 而且在我学习弟子规 和这个传统文化之前的 弟子规传统文化 在我的这个印象里面 那就是糟粕 落后 迷信 在我的眼里 在我的价值观里 就是这个想法 老师也说我 说我是80后 90后 这一代人呢 这两代人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 听着流行音乐长大的 都是 都是在这个西方价值观的 影响下长大的 所以我呢 80后 我从小的价值观和想法 也都是西方价值观 包括上学的时候 也是如此 我的妈妈呢 为我上学 那真的是付出了太多 太多 付出了太多心血 我呢 从小 也是这个 从来 就不听话 也讨厌上学 讨厌学习 每次给我转学呢 在这个学校 就不喜欢 就侮辱老师 不听爸爸妈妈的话 在这个学校 老师对我 其实都已经很好了 对我都没有其他的要求 就是你胡宾啊 只要能坐在最后一排 因为我经常捣蛋嘛 捣乱 让我坐最后一排 告诉我说 老师啊 就对我说 说你坐在最后一排 睡觉就可以了 但是我连这点都做不到 而且 到哪个学校呢 我妈妈给我转了 十三所学校 到哪所学校呢 都是这个抽烟 喝酒 打架 逃课 矿课 侮辱老师 而且 西方价值观里面 大家也知道 西方价值观里面 有一点 叫平等 后来我听老师讲 就讲得很对 那种 那种肤浅 学那种西方 肤浅的平等 就是只看到表面了 你是 可能 暂时 还是得到平等 但是你会 丢掉 很多 你都挽回不了的 很多 会做很多 让你后悔的事情 所以我那时候 就讲这种平等 我也不懂 而且我还认为 我挺时尚的 我管我的这个 爸爸妈妈 从来都不叫爸爸妈妈 这是我学完弟子 不一样 我之前管我的 管我爸爸叫保姆 叫小胡 叫姓胡的 管我妈妈直接叫名字 什么时候叫爸妈呢 自己有困难了 要钱了 才勉强的叫一声 爸叫一声妈 那个爸爸妈妈 还叫不全 爸爸妈妈 从我的嘴里出来 就那么困难 我那个时候 我真不知道这是错的 我还以为我时尚呢 我说你看我多潇洒 我管我爸爸叫保姆 管我妈妈叫名字 我们多平等 没人教过 所以呢 我的妈妈就管不了我 因为我认为这是平等的 老师也管不了我 没有一 就我们家谁都管不了我 我的妈妈为了找我 为了这个 找人这个开导我 做思想工作 那不知道找到多少专家 从来没听过 妈妈对我一句批评的话 都不可以 我那时候在家里啊 我妈妈一说我 一骂我 我就抱一摞碗 抱一摞盘子 你说一句 我就咋一样 提什么咋什么 我堵得我妈妈 一句话都说不了 在我小的时候 因为家里条件还可以 妈妈生意做得很好 但是后来 我妈妈 她没有时间了 她没有时间去 打理她的生意 她把她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全部都放在我身上 全部都放在我身上 去给我上学 给我找学校 给我找领导 找校长 我三年级开始 就被学校开除 我为什么 今天是被十三所学校开除 就是因为 我们兰州市的好学校 我妈妈给我转变了 最后没有学校要我了 我的这个上学 我妈妈整天都得提着礼品 到处去找人 去求人 所以我那时候不理解 后来 转学 还没有转过去 这个校长 就发话了 胡逼我们学校不要 这兰州没学校要我了 我的老爷 我的外公 老爷 一辈子没有为谁低过头 但就为了我这个外孙子 因为我是长孙 在爷爷家也是长孙 我的老爷就被校长低头 说请你收下 收下我外孙 在你这里上学 好不容易把我收下 上学不到一个月 又被开除 后来回到兰州 我的爸爸和全家人啊 带着我去了爷爷家 我的爷爷爸爸 又找了一所学校 请校长吃饭 帮我收下 不到半个月又被开除 我是 我这个导弹啊 就是在课堂上 我自己不但不上课 我还要影响其他人 我还要把半个 就是一半的同学 一个班级 一半的同学 都要带出去玩 逃课 大家也都知道 九年是义务教育 这是国家规定的 但是最后没有学习要我 我连初二都没上来 就是八年级都没上来 校长宁可破坏国家规定 都不肯收我 我那时候真的没办法了 我就回到家 我妈妈就对我讲 儿子 我是真的无能为力了 你自己想清楚 但是我那个时候怕 我还想 哎呀 我终于可以不上学了 我说我这么闹 这么折腾 我就是 就是不想上学 但是我妈妈 她和其他人不一样 那个时候 她也没有学我传统文化 她也不懂 她就认为 给我穿好的 让我坐好车 上贵族学校 就是对我好 所以我妈妈的时候 我在这种学校里 我就养成了很多坏习惯 这种学校吧 我之前去的这所学校 其实也就是物质条件好 九几年呢 可以看这个DVD光盘呢 那个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三年级 我就看这个 古惑仔 看英雄本色 看打打杀杀的 这一类的片子 电影 这些电影对我的影响 特别大 三年级 就看这个 老师也不敢 我们同学都在教室里看 老师不管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从小我的价值观里面 我就认为 哥们最重要 朋友最重要 兄弟最重要 讲义气 就是为了 为了同学 为了朋友 可以打老师 可以骂父母 我们在课堂上 那真的老师 我的老师啊 几乎是天天 请家长 见了我妈妈就哭 见了我妈妈就掉眼泪 没办法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不上学了 我妈妈就让我去吃苦 让我去干嘛 让我去卖报纸 让我去打工 我说卖报纸 也挣不了几个钱 咱们家也不缺 那几个钱 你为什么 就让我干这一切 我妈妈就是不说 但是我那时候 就和哥们在一起 你给我 让我去打工 让我去卖报纸 我肯定不干 我也嫌丢人 我就跟哥们在 认为哥们好 就整天和哥们在一起 吃喝玩乐 而且经常去打架 去英欧 有的时候还会去砍人 传统文化呢 里面有两个字 叫感召 我不学之前吧 我真的以为 这个感召啊 感应啊 在我的心里面 全都是迷信 但是我学完之后 我才发现 一点都不是 只是我之前不懂 我经常去学校 做汇报 很多同学也听不懂 这感召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就给他 给同学们 打了个比方 我说一个学校 或者一个班级 那些学习好的同学 周围都是那些 学习好 和爱学习的 调皮导弹 不听话的 周围都是那些 调皮导弹 不听话的 这个就要感召 一点都不是迷信 但是我那时候 不知道啊 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去跟人家打架 我去打人 我去砍人 我就不知道 我有一天会被人打 会被人砍 这是必然的 我就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 我自己造成的 我那时候还在说 我就特别想不通 我说我为什么这么倒霉 为什么我周围的人都是犯罪分子 都是社会的人渣和败类 为什么我周围的人都是不孝子 我不知道 没学过吗 所以那时候不懂 就跟着这些所谓的兄弟朋友 整天打架 整天胡作非为 经常打架 就经常会受伤 会流血 我妈妈看到就非常担心 经常要么就是 脖子上又挨了一刀啊 要么就腿上又挨了一 挨了一砖头 都是这样 身上经常是伤口 流着血回家 我妈妈就发现不行 再这样下去 很有可能命就没了 我妈妈就想尽一切办法 先让我离开兰州市 先把我从这个环境当中抽出来 但是她也没办法 我妈妈了解我 她知道我想一起 我有一个朋友啊 正好在这个国外 在澳洲 她说我妈妈说 说我给你给一些学费 你去北京学习 学习完回来 我就让你去北京 我就让你去澳洲 找你这个朋友 当时我就为了这条 我就答应就去了 但是去北京呢 根本就没有学习 把这些钱全部挥霍掉 挥霍掉之后就着急了 就到处去找工作打工啊 打工 在打工的这个时候呢 我那时候找了一份工作 一个月的工资是一千块钱左右 但是我从小喜欢玩游戏啊 而且这个和哥们一起 大吃大喝习惯了 我就突然发现 这一个月一千块钱的工资啊 它满足不了我 不够我花的 而且当时我还有一个想法 我说像我这样的人 要学历没学历 出二都没上完 要技术也没个技术 要特长也没个特长 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懂 像我这样的人 如果不走歪门邪道 如果不干缺德士 我就挣不了钱 我说你让我打工 一个月一千块钱 你让我挣到什么时候去 我那个时候就是这种想法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反正我是这样想的 所以呢 我就又接触上一帮朋友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 都是我这种价值观 我虽然什么都不会 我虽然也没有学历 但是我就要挣很多钱 老实说的心浮躁 不安定 所以我的时候 就又接触上一帮社会人员 就是所谓的犯罪分子 我和这些人开始在一起 他们都比我大 三十岁以上 和这些人在一起 我就开始使用这个不正当的手段 在这个黑道当中挣钱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很多朋友都喜欢赌博 在这里面挣钱 他们都赌得很大 都有钱 我刚挣到第一笔钱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终于有钱了 我终于没人管了 我终于自由了 西方价值观 那个时候 我之前就是这样 包括现在很多同学和我交流 很多我的同龄 同龄人和我交流 他们都是这种想法 西方价值观 就讲自由 讲民主 讲没人管 我那个时候就这种想法 我终于没人管了 我终于可以为所欲为了 而且我还不用为钱发愁 所以我就开始 有钱了 我就肆无忌惮地上网 想怎么玩怎么玩 那我玩游戏呢 还可以 不差 我玩游戏呢 我经常去的那几个网吧呀 打游戏 没有一个人能打过我 网吧所有的人都认识我 就那正常的顾客 我都不是他们 但是我一进网吧呢 人家都给我打招 都知道我是谁 而且能玩到什么程度 那个游戏开发商 就把我经常去的那个网吧呀 给承包下来了 承包下来不让别人玩 承包下来请我 免费去玩他的游戏 那时候他都知道我 但是我那个时候玩 特别傲玩了 就谁都看不起 眼睛长在脑袋顶上 我不但不玩 我还把他开发商骂了一顿 我说你这个没钱的 我还看不起 我就要玩这个花钱的 我说你把网吧包下来行 你包下来我就回家玩 我每次在家玩也很风华 每次玩游戏之前 先去这个超市大购物一次 买购一个礼拜吃的这些零食 用车拉回来 把这些零食塞到我的冰箱里面 把冰箱搬到我的电脑旁边 一坐就一个礼拜 眼睛都不眨一下 玩得我困得 这个眼睛实在睁不开了 我睡觉 我给别人钱 让别人帮我玩 而且我在玩游戏的时候 不允许任何人给我打电话 特别是我的爸爸妈妈 给我打电话呢 我就砸手机 我妈妈那个时候 几乎是天天给我打电话 天天打 我就天天打 我自己摔掉这电话 我自己现在已经数不清了 我妈妈为了找我呢 不知道用了多少方法 打电话 砸手机 从来没接过 发信息不回 写信啊 我也没回过 但是那个信 我现在一直都保留着 而且我妈妈 她不会上我 她为了 她知道我上网 她就学着上网 找我 给我发邮件 我也不回 最后逼得我妈妈 从这个南州 跑到北京来见我 我连面都不见 这就是我学的西方价值观 自私自利 我挣钱最重要 我玩游戏最重要 爸爸妈妈 家里的气质 你全部给我靠后 我不是说西方的东西 没有好东西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受到的影响 就是如此 我那时候还学那些 成年人 现在很多家长都担心 青少年早恋问题 我那时候也有 我带的那些 所谓的女朋友 天天买衣服 天天买名牌 那用的那化妆品 全是进口 那名字我都叫不上来 她还经常 天天进出这些高消费场所 KTV夜总会 地厅 喜欢夜生活 西方价值观 晚上不睡觉 我就是进去以后 我就感觉自己就 欲望 欲望膨胀 就是为了给那些长辈炫耀 你们看一看 你们能干的 我也能干 你们能玩的 我也能玩 而且我那时候 还跟着我一些朋友 去这个北京的环路上 去飙车 那个速度很快 140麦 车多的情况下 140麦 在那个车流当中 来回超车 就是改装过的 那个赛车 然后有的时候 也会去那个郊区 北京郊区有那个山路啊 有那个小山丘 那个山路上 去练飘移 玩飘移 长辈可能不懂 年轻人都懂 就是那个下坡的山路啊 急速拐弯 不踩刹车 车体横向前行 车横着走 但那个时候 就是那个速度啊 包括那么危险 在那个山路上 下坡山路 那个速度 那个只要一出事故 那就是要命的 最轻易的这个残废 但是那个时候 我就 我就真没有想过 我就没想过 我的爸爸妈妈 我就没想过 我自己碰残废了 怎么办 没想过 就是这种错误的价值观 可以把我的心 变得这么丑陋 弟子规里面 还有一句话 叫 非圣书 禀物事 必聪明 坏心智 就是对你有影响 对你有污染的这些拉锡 你不能听 你也不能看 你听了 你看了 它就会蒙蔽掉 你一个人的聪明智慧 它不但蒙蔽掉 你的聪明智慧 它还会蒙蔽掉 一个人的良心 我的时候就这样 就是为了满足自己 那一点点反短的欲望 命都可以不用 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没学弟子规 我糊涂了 我不知道人的欲望 是根本就没办法被满足的 古人讲过 欲是深渊 它根本就满足不了 而且呢 我那时候做了 就是很多 我现在看来都 我自己都觉得 不理解的一些行为 就是老师上 我也讲了 我拿这个钱 点烟囚 我为什么会拿钱 点烟囚呢 电视交的 我就记得很清楚 有一个电影明星啊 有这么一个镜头 他拿这个钱 点烟囚 这个镜头在我印象里面 特别深 我有了钱 我就这样想呢 你能拿钱 点烟囚吗 我也能拿钱 点烟囚 他那个是拍电影 他拿的肯定是假钱 我拿的是真钱 一百块钱的人民币 七张 七张那个一百块钱的人民币 把它叠成扇形 把它叠成这样的扇形 用打火机 点着这七百块钱 用这七百块钱 点一根烟 最后 把这个钱烧得干干净净 一个脚都不剩 我才觉得我痛快 我才觉得我人生没有白来一趟 这就是我学的西方价值观 有钱都是老大 就相信钱 我那时候也在想 一个礼拜都是 一个礼拜是七天吗 我就在想 我就希望我以后 每天 每个星期 都能拿钱点烟囚 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的这个 我身体就得了一种怪病 真的是莫名其妙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沾上这种病 就是身体以下 脖子以下 整个身体 开始痒 那个痒的痛苦到什么程度 在这个大众场合 白天呀 人多的时候 我就得咬着牙忍着 一回到房间 我衣服一解开 一直就得扣 一直挠 一挠就挠一两个小时 一直扣到流血 皮都挠烂 就止不住这个痒 一直流血 就还是痒 我天天往医院 跑北京的那医院 这个医院这么说 那个医院那么说 我问大夫 我说这是什么病 大夫告诉我说 不知道 就知道给我开药 吃的药 洗的药 抹的药 擦的药 全部都用过了 没有一个管用的 这个皮肤上 他也看不出来 他也没有疮 也不烂 也没有包 也不流浓 就这样 后来我们 我看我们团队呀 有三个老师 跟我这个状况一样 他们也是喜欢 叶总会 喜欢KTV呀 也是喜欢这种 交涉淫逸的生活 他们的和我的这个病是一样的 就是痒 抠的流血 皮都脑烂 和我是一个样 这个就是老师讲的 作用力 反作用力 那时候我不知道 不懂 报应 他绝对不是偶然的 我那时候不懂 老师就对我 后来跟我讲 人生 无偶然 人生没有什么事情 是偶然的 就在这个时候 我的妈妈 就给我发了个信息 说 儿子 你回来吧 我给你找了个 好工作 工资 收入也很高 工作也很稳定 就是09年的年初 当时我就回来了 但我回来呢 不是为这个信息回来的 我就想着 为了哥们 我家里的哥们 六年都没见面了 我就想着见他们 想着给他们炫耀 我挣着钱了 当时我就回到兰州 回到兰州 第四天 我的妈妈 才知道我回来了 他说 儿子 妈妈知道你回来兰州 已经都四天了 你为什么不来找妈妈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呢 从小 从我开 从我小的时候 就打架吵架闹离婚 他们是分居的 22年了 我现在学问弟子贵了 我一点都不恨他们 也不怪他们 爸爸妈妈呢 他们是长辈 他们有他们的难处 他们有他们的苦衷 我没权利 也没资格 去过问他们这些事情 那是他们的事情 但是我是想说什么的 虽然我现在不恨我的爸爸妈妈了 我不怪他们 我不恨他们 但是我就想说呀 这件事情 对我的影响 永远都没办法挽回 对我的伤害 所以 我那时候就想 哥们最重要 带着哥们整天吃喝玩乐 就带着哥们吃喝玩乐 消费去了 我妈妈说不来找他 凭什么找你呀 我电话又砸了 不到一个月 把身上带那点钱 全部就花完 花完之后 着急了 没钱了 我妈妈又联系到我 说儿子 知道你没钱了 你来妈妈这边 妈妈给你钱 当时 其实我后来 我说妈妈 我说我现在 就钱花完了 我说我现在 连一块钱 坐公交车的钱都没有 怎么办 我妈妈说过来接我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 我感觉到了最后 肯帮我的 没有抛弃我的 也就只有我的爸爸妈妈 只有我的父母 学好弟子归 做好中国人 您正在收看的是 大型公益纪录片 中华传统文化论坛 特别节目 圣贤教育 改变命运 后来啊 后来我是听那个中央党校 有个刘玉丽教授 他讲传统话 四书五经里面 有一部经典叫大学 这个大学里面有一句话 叫祸被而入者 亦被而出 我又不懂是什么意思 没学过 刘教授就对我讲 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钱 你的财富 是不正当的手段来的 一定是不正当的手段走 我当时一听到这句话 我又想了一想 我过去的六年 真是这么回事啊 宁可收钱 都干不了一点人事 我这样的生活 我在北京过了六年 我给我的家人 跟我的妈妈 没打过一分钱 收钱 我把我的爸爸妈妈就忘了 所以我的时候 因为之前没学过嘛 不懂了 我的妈妈说过来接我 我就 她就过来接我 六年 没见我了 想我 当时她就领着我的手 是在马 当时是在马路上 她就牵着我的手 我一下就把我妈妈就甩开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 我妈妈给我丢人了 这就是我之前的价值观 我现在也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 孩子啊 这个儿子上名牌大学 他有学历 现在很多校长 包括很多老师家长 都注重孩子的分数 这个孩子是有分数 有学历 名牌大学 爸爸妈妈花了一身的心血 把他送到这个名牌大学 供到这个名牌大学 上大学妈妈看不到他 想他 给儿子呢 就包了 包的这个粽子呀 走路 赶了几十里路 爸爸妈妈都是省吃俭用 舍不得花钱 就是为了供他 然后包的粽子 走路 赶了几十里路 给儿子把这个粽子送到学校 儿子把妈妈 堵到学校门口不让进 就是怕妈妈给自己丢人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 年轻人的价值观 还是像老师上午所说的 他上大学 敢把妈妈堵到学校门口 等到哪一天 他有家庭 他有媳妇了 他把你堵到家门口 那就是正常的 他有学历 有分数 所以我那时候都不懂 我就 我就一下把我妈妈甩开 我就去到我妈妈那边 他说你不就想要钱吗 行 我给你钱 但是有个条件 我给你放一个光盘 你只要肯把这个光盘看完 我就给你钱 让你回北京 我当时一想 我说行啊 一个光盘一两个小时 我咬着牙 忍一忍就过去了 我妈妈就把这个光盘放进去了 刚开始放进去的时候 没有用心看 但是看到一半的时候 有一句话让我听到 他说人的命运 是可以改变的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 我就有反应 我就想我自己 我是今天的我 真的是为所欲为 真的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真的是没人管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 一点点幸福和快乐 一点点都没有 我说我怎么这么痛苦 我不知道我走到今天 是为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我真的不知道 我就问我妈妈 我说妈妈 人的命运真的可以改变吗 她说真的可以改 只要你想改 我说我想改 我妈妈说好 你想改 你就接着看 光盘都会教你怎么改 接下来这个光盘 再也没有取出来 后面的光盘 我整整看了三天三夜 饭都不吃 饭都不吃 就是这个 弟子会 我看完之后 我一下才 才明白 哎呀 原来我做的不是人生 原来我过的不是人的生活 原来我活错了 方向错了 我就对我妈妈讲 弟子会看完了 我就记住第一句话了 父母呼应无怀 父母命行无来 我说妈妈 什么都不说了 从现在开始 您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呢 我的妈妈就说好 你有这个态度啊 咱们就好办了 她说你现在呢 去骑着自行车 穿着工作服 去敬老院做义工 她说你不是想改变命运吗 你之前不是喜欢坐好车吗 现在就让你骑自行车 你之前不是喜欢穿名牌吗 现在让你穿工作服 让你去敬老院做义工啊 这一马路上 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你 现在是这个样子 你想改变命运 就要把你那个头低下来 当时我就对我妈妈讲 我说 我说弟子归是好 我是应该学 但是你得讲现实啊 我说现在的人都讲现实 讲实际啊 就讲钱 讲利 我说我学弟子归 你能让我得到什么好处 我妈妈说你想要什么 我说简单的 我学弟子归 你能不能让我有一个好工作 我学弟子归 你能不能保证 我像北京一样那么有钱 我妈妈告诉我两个字 可以 但是我那时候就不理解 我说你为什么就和别人不一样 我说你看看我周围 有哪一个爸爸妈妈 让自己的孩子去吃苦 去做义工 现在的爸爸妈妈都着急 让自己的孩子去挣钱 我说你为什么就不一样 我妈妈说 你要是想得到你所提出来的条件 你就去做 你就一定能得到 我当时我就真去做义工了 但是我为什么去做义工呢 我从小对我爸爸妈妈的态度 就是推翻和对立 我为什么去做义工 我就是为了推翻他这个理论 在我的眼里 弟子归是落后糟粕迷信 什么年代的你还给我学这个 我就是为了推翻他的理论 我就不相信 我根本就没想到 弟子归能给我带来什么 所以我当时我就真去进老园 做义工了 我说我就做义工吧 做完以后 你说的这些不成立 你也就拉倒了 是吧 你也就死心了 我当时是这样想 所以当时我就去真去进老园 当时我骑着自行车 头都不敢拍 觉得丢人 但是现在我做义工 我一点都不觉得丢人 所以那个时候就骑着自行车 到了进老园 到了进老园 大家都知道 进老园都是爷爷奶奶 很多事情 我也不会干 但是我一进到进老园 我就想起弟子归的一句话 弟子归有一句话讲 己有能物自私 人所能物亲自 我个人的理解 就是你自己有能力啊 尽你的能力去帮助别人 你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啊 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 所以我一看别的不会干 我说我一看 我能干这个 这个倒垃圾 我可以干 倒脏水 搬砖头 极有能物自私 这个我能干 所以到了进老园之后 这些活全部都我包了 不让爷爷奶奶干 几百个爷爷奶奶 就我这种一个年轻人 所以在进老园 刚开始啊 刚开始做的时候 因为我从小是爷爷奶奶 带大的 和爷爷奶奶感情很深 但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爷爷奶奶都已经去世了 过世了 我就特别怀念他们 但是到进老园的时候 这些爷爷奶奶 我干活的时候 这些进老园 进老园的爷爷奶奶 对我 就和我的爷爷奶奶 对我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我特别奇怪 那种感觉 我好多年都没有过了 就是这种力量 支撑着我 做完第一个月 义工 刚做到一个月的时候啊 就突然有人来找我 来找我干嘛 给我找工作 说 胡斌啊 你来我们公司 我们掏钱 我们掏钱 让你学这个技术 学完之后 聘请为我们公司的 什么什么职位 当时我就不相信 我根本就 我根本就没想 我就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 还有这种事 我就问我妈妈去了 我说妈妈有这样一个事 来找我 因为我 从学弟子 从学弟子归开始 我妈妈连工作都不要了 自知了 全程守护着我 怕我出一点点问题 我就问我妈妈 我说妈妈 有这么一个工作 怎么办 我妈妈说 你怎么想的 我说我不去 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嘛 我说你让我舅舅去 我舅舅正好没有工作 我说你让我舅舅去 我正好也看一下 有没有这么回事 我舅舅去一个月之后啊 人家真上班了 还真理上工资了 我那个时候啊 就突然发现 我22年 终于做了一件人事啊 给舅舅找了个工作 我的大舅啊 流着眼泪 对我说 我都没想到 今天还能沾你的光 第一次 而且 那些 就是紧随其后来 是我想都没有想过的好工作 来找我 我做梦都没想过 那么高工资的工作来找我 我想不通 我就问那些叔叔阿姨 那些总裁 那些董事长 我说叔叔阿姨 现在外面那么多大学毕业生 都找不上工作 你为什么来找我这样一个人 那些叔叔阿姨就对我讲 说第一 你妈妈这个人 做人正派 做人平得好 我相信 我妈妈呢 真的 她做人 从小在我眼里 特别爱帮助别人 但是我之前就不懂 我感觉就是傻 包括我妈妈周围朋友 我的爸爸都经常说 你哪 怎么就那么爱多管闲事 你怎么就爱帮助别人 但是我现在才知道 我为什么能学弟子鬼 全是我妈妈修来的福气 所以 她说第一 你妈妈做人品德端正 再一个呢 说小伙子 我们在这里观察 你好长时间 因为靖老院的这些爷爷奶奶子女 就是他们 都是这些 真正就是成功人士 有这个 都是打鞋架 很成功的人士 他们这些爷爷奶奶 就把 就给自己的儿女说 哎呀 我们这个靖老院 靖老院 有个特别好的小伙子 做一工特别好 你赶快来把它把它叫到你们单位去上班 这个小伙子太好了 所以这些时候阿姨就去靖老院看我 就观察我 他说我们在靖老院 观察了 好长时间 说我们发现 你在这里做义工啊 一分钱不要 干最脏最累最苦的活 做义工 你都做成这个样子 那给钱的 开工资的就不用说了 我不找你 我找谁 人家就这一句话 我就才明白 哦 原来我做好人 我也在挣钱 我也找到好工作 我二十二年白火了 我不知道 人生还有这么一球光明大都给我走 我真不知道 让我想不到的是什么 就这些工作来找我 这个消息 怎么就不知道 就传到那些爷爷奶奶的耳朵里 那些爷爷奶奶拿着自己的从款 往我妈妈那里送啊 给我送钱 我当时我哭笑不得 我真的是哭笑不得 我心里很难受 憋得慌 我说我付出那么多 牺牲那么多 我绞尽脑汁想得的东西 原来这么简单 我说我活到二十二岁 我今天二十二 我说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现在才明白 二十二年白火了 但是我妈妈很有智慧啊 她知道啊 在这个时候不能让我受一点点影响 送钱的 找工作的 还有很多给我介绍对象的 全部都被我妈妈 就是拒绝了 全部都不接受 当时我也明白了 一下就明白 原来钱不是最重要的 原来钱买不到的东西太多了 我那时候在金老院做义工 那些爷爷奶奶 整天回到家里 装一些瓜子 装一些花生米 拿一个苹果 从家里拿来 装到自己口袋里 去到金老院 一进到金老院的大门 就问我妈妈 我妈妈姓雷啊 雷锋的雷 就问我妈妈 小雷 我孙子今天来了没有 我给他装了几个花生米 装了几个糖 我可以 真的 我可以这样说 之前呢 山珍海味 我也吃过 那些东西我也见多了 爷爷奶奶给我拿的这些东西 虽然不值几个钱 在别人的眼里 可能也不值钱 但是这些东西 在我的心里 无价的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 感觉被人尊重 是什么感觉 我以前不是这样想的 我以前 我是 我以前 我现在 有钱人家才看得起 我错了 我都是穷光伴 骑着破子影车 穿着工作服 这些爷爷奶奶这样对我 我真的 我在外面 那是上班的 那是人家给我开工资 我是想去就去 不想去就不去 我在金老院做义工 做了四个月 我整天干最脏 最最最苦的活 而且我有的时候 还要往里面搭钱 我没有迟到活一天 为什么 心里都踏实 我那个时候才明白 什么叫个快乐 所以从做地整个月开始 每天白天做义工 晚上六点回家 就和我妈妈聊天 我以前和父母 现在很多年轻人和我一样 跟父母有距离 没话 我也一样 但是我学完弟子规之后 下午六点一回家 一直聊天 和我妈妈 东北人咱们这边叫唠嗑 天天聊天 聊到凌晨一两点 四个月 天天晚上如此 说不完的话 我就问我妈妈 我说妈妈 您为什么就没有放弃我 您为什么就让我学弟子规 您为什么就相信我 我还能回头 我说我身边的朋友 爸爸妈妈已经不管了 有的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 有的是刚进去 有的是现在还在病床上躺着 有的是已经被枪毙了 十九岁 我说您为什么就没有放弃我 我妈妈就对我讲 说儿子 她说我是坚定的相信 你一定能回头 但是让我不敢相信 就这么快 三天 我说妈妈 我说 我妈妈给我规定了 她说儿子 她说我给你规定 你最早可能也要三十岁才能回头 最早三十岁 我说 我说那我三十岁的时候 如果我三十岁改不了 怎么办 她说那就四十岁 我说四十岁 我还不回头 怎么办 我妈妈说 那就五十岁 我说妈妈 等到我五十岁的时候 您都老了 我妈妈说 只要我妈活着 我就不会放弃你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 我就给我妈妈跪下了 我 我说妈妈 当初我那么不孝顺 我出去怎么就没上车喷子 我都没有脸在这个身上活着了 我还在外面跟她讲一起 宵敬让她讲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贝德 你连你的爸爸妈妈都不爱 生你养你的人 你都不爱 你能爱谁 你能对谁好 你对别人好 你爱别人全都是假的 我说我连我的妈妈都不爱 我说我 大家也都看到了 投影 都会放在那个贵羊土 贵羊土 我看到那个羊啊 在喝奶的时候 都是跪着喝 那是羊 出事 羊能做的 今天的我做不到 我能为她讲一起 弄这些没有 我说妈妈 儿子没学弟子贵 我连我生日是哪儿来的 我都不知道 真的 我就不知道 妈妈在怀孕我的时候 肚子大的时候 一个觉都不能睡啊 就怕压着我 不能睡一个安稳觉 等到我生我们的那一天 等到生我们的 生我们的那一天 那么痛苦 那么疼 那么疼痛 我之前生日干什么 一到我的生日 吃喝玩乐 飙车夜走会 我说妈妈 从现在开始 我再也不要 我的生日 我也不要蛋糕了 我也不要请朋友了 我再也不要宴会了 我的生日 我就给您磕头 感谢您22年 对我的养育之恩 我的生日 我妈妈的生日呢 我就给我姥姥磕头 感谢姥姥 给我一个好妈妈 我对我妈妈的感激之情 我没办法用语言来表达 老师讲得很对 我有罪啊 我是个罪人 我那么不 比起爸爸妈妈 对我们的付出 我磕个头 洗个脚算什么 九牛一毛 我折腾我妈妈 22年 到现在才能磕个头 我对不起的人太多了 我的爸爸 在我这次来的时候 我因为现在做义工 常年不能回家 我出来已经半年了 我这次回来 出来的时候 我的爸爸 请我们一家人 请我们一家三口 吃顿团圆饭 而且到吃饭的那天 特别有诚意 一天打了几十个电话 从早上一直打到下 我早上就在打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什么时候去 晚上就在 一直到下午又问 你和妈妈到了没有 你们到哪了 等到我和我妈妈 到酒店的时候 我爸爸在酒店 那么多人啊 都不认识 在酒店大提 流着眼泪 我爸爸五十岁了 对我妈妈讲 说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还能把儿子救回来 就准备你把儿子救回来 我们以后再也不离婚了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弟子贵 但是我就真没有想到 他还能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说之前我 我那个想法我想了 我说现在 不可能去白白去帮助别人 我要去帮助你 我要去做好事 我要去做善事 我不就傻了吗 我不就吃亏了吗 即有能误自私 人所能误亲自 就是一句话 我换回来的就是这些 我一点都没有吃亏 所以我 我真的 我妈妈问我 弟子贵怎么样 我说真的 我小看她的 就那么几个字 我这才用了几个字 我发现的 这才是冰山一角 九牛夜跑 我妈妈就对我讲说 儿子 你今天的命运 真的是改变的 你承不承认 我说这个还真是 我曾经是不喜欢学习的人 我现在喜欢学习 我曾经是被13所需要 开除的学生 但是我今天走到哪里 人家都关我 叫老师 我很忏悔 我做的很不好 但是我的命运真的改变了 我最起码现在 不去危害社会了 我说这个妈妈真的 我的命运真的改变了 我妈妈就对我讲 说 儿子 你的命运改变 有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老实讲的 那个种子 那个种子 有个最重要的原因 你知道不知道在哪里 我说这个 我还真不知道 我妈妈就对我讲 说你看这个 这个命运的这个命子 是上面一个人 中间一横 下面是一个扣手的扣 就是人 你只要一低头 你只要一认错 你的命运就改变了 我现在才知道 为什么我妈妈和别人不一样 为什么让我当初低头 真有智慧啊 中国古人的就这么一个字 就有这么深的道理在里面 我之前是太小看我们中国的老祖宗了 但是我现在就会 我们呢 有这样的中国老祖宗 有这样的古生献献 感到骄傲 感到自豪 最后呢 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这个 弟子归也讲 能亲人无限好 得日经过日少 我现在学弟子归了 改好了 我身边很多长辈呢 大家也都能看到 都是电影明星 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 教授 博士 企业家 书法家 画家 和他们在一起 和这些长辈在一起 我能学到好多东西 真正 能有助于我增长德行 孝顺父母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之前给大家汇报的 这个就叫赶招 你能说他是迷信吗 能说他是迷信吗 我之前不懂啊 你看我周围之前是什么样的朋友 犯罪分子 还有杀人犯 还有这个全都是坑蒙拐片头 全是做坏事的 全都是这些人渣和败脸 原因就在这里 为什么你的环境差 为什么你的朋友坏 为什么你总觉得别人对不起你 很简单 就是因为自己心怀了 我自己改过来 朋友都能换了 都能换成这么有德行 有学问的人 所以一点都不是假的 不是迷信 也不是落后 所以希望大家呢 一定对弟子会有信心 最后呢 也是我这个讲自由 讲没人管 我换回来一些东西 这个呢 是我们老师呢 从这个网上下载下来的一篇资料 电脑对人身体的伤害 这上面有二十多条 因为玩电脑得的疾病 二十多条 我全都有 一条都没落 我现在找谁去 我的眼睛 这上面有太多了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我的眼睛 严重的近视下散光 我连第一排的观众都看不清 我妈妈给我配眼睛 不喜欢戴眼睛 我的脑子呀 我的记忆 严重减退 刚说过的话就忘 刚做过的事情就忘 我现在做什么事情 那个注意就集中不起来 痛苦得很 没到我这个地步的人 真的体会不到 我现在有多痛 干人事都干不了 大夫 我检查出来 我现在有颈椎病 腰椎病 我二十二岁 现在全是这些病 大夫 中医 给我耗脉 拔脉 健康身体 说我现在 二十二岁年龄 全六十岁人的身体都不容 我有的时候 站都站不住 像我现在汇报一场 我的身体就 就会难受很痛苦 所以我有的时候在上面汇报 我经常坐不住 我就希望各位长辈 领导多多原谅 因为这个 所以我就是想希望更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不要再走我这样的弯路 我现在后悔了 但是后悔没有用了 最后呢也是我随便写了几句话也是我们老师让我对这个弟子归进行几句总结 我也没事不好上学 我就随便写了几句心里话 弟子归让我找到了人生的目标 就是孝顺爸爸妈妈为国家做贡献 弟子归让我懂得了人生的价值 我之前什么人生的方向人生目标 这跟我的没关系 但是我现在才明白 我的同胞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的同胞 你周围的同胞们 正因为有了你 人家过得更健康 正因为有了你 人家过得更幸福 正因为有了你 人家过得更快乐 这是人生的价值 我现在才明白 弟子归让我有了幸福的人生 我现在能做这个义工啊 我觉得很幸福 只要能在有限的日子里 为国家 为人民 为大众 做出有意义 有帮助的事情 我胡彬此生无憾 因为这是我爸爸妈妈 因为这是 这是我爸爸妈妈 大家 我家人呢 希望我做的事情 而且我最近呢 经常看到一些报道 这些报道很让人心酸 就是人心都 人心惶惶 我看到这样一个报道 就是也是最新的一个诈骗手段 我经常在台上 都会把它公布出来 让大家啊 起一个借鉴 它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个 就是女大学生呢 去这个网吧 去上网 去网吧 结果被一个男生呢 就给骗了 这个男生 把他骗到这个宾馆 开了一个房间 给他喝了一罐那个可乐 他就不喜人事了 等他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呢 这个女生自己啊 他被泡在这个 洗手 这个卫生间的浴缸里面 全部都是冰块 他被泡在这里面 然后这个 浴缸旁边还留了个字条 上面写的 赶快拨打120 否则你会死 他就赶快拨打120 给那个大夫啊 医生啊 介绍了他现在的状况 大夫说 你赶快检查一下 你的背部 他就检查他的背部 他就发现 他的背后 这个腰的这两侧 有两个刀口 这个男生啊 把这个女孩的两个肾 给拿走了 拿去干什么去了 拿去卖钱去了 这个男生 有学历 他有这方面的医学知识 但是他没有道德 他拿着他的本事 拿着他的技术 他知道 他知道 把这个肾取走 人泡在这个冰块里 不会马上就死掉 他有这方面的知识 他学过 但是他就这样去 丧心病狂 丧尽天良 拿着他的本事去害人 拿去拿肾 把人家的肾 偷出来去卖钱去 这会儿这个女孩啊 就被 送到这个 被120送到医院 等待捐身 结果没人捐 这个女孩就死了 我学完弟子规 我看到这个报道 我刚看完 我脑袋里就想起来 弟子规的一句话 动物闹场 觉悟记 斜屁是觉悟问 这个女大学生 之前的什么都不要懂 就懂这一句话 她的现在这条命 就还在啊 弟子规能救命啊 你说她你落后 网吧 滴厅 这都是动脑场啊 因为那种 老实说 这种感召啊 他那种 那种思想的人 心里不健康的人 他就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在那 你进去那个滴厅 进去那种动脑场 你就跑不了 你肯定就会遇到恨祸 他有道理 这一点都不迷信 所以呢 我就希望 如果再没有 大家再不会 再没有一种教育 我们每个人都很危险 谁都跑不了 警察 他不来找你 不来找你 那个反作用力 报应 自然规律 谁都跑不了 你可以说 你可能说 好 这我不会有那么笨 我肯定不会 我肯定不会上这个当 但是你能保证 你的家人 你的姐妹 不会遭遇到这种事情 谁都跑不了 最后呢 也是我这个 刚学弟子规 刚刚一年的时间 学的也很不好 做的也很不好 以上的汇报内容 肯定有很多 讲的不足和不到之处 还请各位领导和长辈 多多批评指振 谢谢大家 在里面讲 人的秘密 是可以改变的 当时我听到这句话 我就在想我自己 我说今天的我 正是为所欲为 真的是没人管 真的是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为什么我感觉不到 一点点幸福和快乐 我怎么这么痛苦 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我也真的不知道 我走到今天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说我今天这么 我好像 今天这个下场 好像不是我想要 最近一个叫王刚的 顶级网虫生命 垂危的消息 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这个来自湖北天门 沉迷于网络游戏的男子 十年前 与父母是不辞而别 十年后 再见家人的时候 已病入刀荒 这位才三十出头的小伙子 如今只能躺在床上 插的氧气管 大口的喘着气 不时的还会哆嗦一下 计划已经会 伤罪已经回死了 这种危险 随随随随便有个病情 医院已经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说起自己的儿子 王刚的父亲伤心不已 他说曾经的王刚 是他们家的骄傲 懂事乖小 但是自从高二之后 王刚就开始迷上了电子游戏机 上大学后 更因为沉迷网络游戏 长期矿课 最后连大学都没毕业 就回到了家乡 2001年8月28号 王刚在给母亲 打了最后一个电话之后 就杳无音信 今年的5月8号 父母突然见到自己 朝思暮想的儿子 可如今的王刚 神指模糊 病入高荒 那你上网的这个网吧 还记不记得 原来王刚离开家的这十年 几乎就在网吧里吃住 靠网络游戏代链为生 2010年 在他最辉煌的时候 拥有并且照应着 20多个游戏账号 每月有2000元的收入 可是这样的生活 却彻底摧毁了他的身体 我现在发自内心地 感谢我妈妈 我刚才这个头啊 我磕得越响 我心里越踏实 真的 我高兴了 我现在还有一个妈妈 让我可以认错的 我现在给我妈妈洗衣服 我都觉得我幸福 真的 我学习弟子 给我给我妈妈洗衣服 我妈妈不让洗 我说我发自内心 我高兴了 我说我给你洗衣服 我真的觉得幸福 为什么 我还有你这个妈妈 还有一个这样的妈妈 我可以洗啊 所以 我学习 看完这个盘之后 第三天 看完这个盘 第三天之后 我回去给我爸爸 洗了一件衣服 别说在座的各位了 我给我爸爸 洗完衣服之后 我爸爸都不相信了 我爸爸第二天早上起来说 就满屋子找我妈妈 说你妈妈 是不是回来了 我说我妈妈没回来 他说那衣服是谁给洗的 我洗的 我爸爸不相信 他说我相信是 回洗的 我都不相信是你洗的 就我在我爸爸心里是这样的 还有我所有的家人 我伤害的亲戚朋友太多了 所有的亲人都是希望我 因为知道我太危险了 想着我 你只要长大不进监狱 能做我正常人就行了 但是我把他们全部都伤害了 我全部是逆反他们 对着干 所以我回去 我跟我姥姥姥爷 我也给他们好好的磕头 我错了 我相信我现在改 还来得及 我给你们好好的磕头 所以我爸爸就纳闷 他过了几天 过了一段时间 我爸爸问朋友 了解我 他就觉得我真的变了 他就问我 他儿子 你小子我二十几年 把你没教好 什么东西 几天就把你骗成这个样子 我说弟子归 我爸爸说 你把弟子归拿来 我要研究研究 所以我现在来汇报的时候 我爸爸现在在家里 天天都在学习弟子归 他真的想不通啊 他真的好奇啊 什么东西几天就把你能变成这样 我说我终于明白了 我现在忍我活得多轻松啊 我多快乐 我多高兴啊 我整天看到我妈 我现在想说什么呢 就是我现在最幸福的时候 就是和我爸爸妈妈在一起 我能看着他们整天乐呵呵的 我就高兴了 所以我看到我身边的朋友 我也挺这个 挺可怜他们的 爸爸妈妈都不管了 真的太可怜了 有爸爸妈妈的人 真的应该珍惜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 我一想就和妈妈跪下 我们现在学完穿的文化 都看到一个贵羊头 贵羊头 羊在喝奶的时候 都是贵的喝 是出人 出人能做到今天 我做不到 我还在外面讲一起 讲那些没有呢 说真的 我应该 我应该遭雷批啊 我都 我看到这羊 我都没有脸 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了 我说 就我还讲 就我这样还讲一起 讲哥们 赵总 二哥 我们去监狱做汇报 我们一汇报完之后 监狱的犯人 站起来鼓掌 拉着我的手 就对我说 我要是知道 有这条路 我干嘛 还进监狱 我也不知道 我之前我也不知道 有这么一条路可走 我现在看到 大街了还在抢 还在偷 那些人员 我就特别想对他们说 我说你累不累 你还用他们去偷 他们去抢吗 我看到监狱那些贩子 都跟我差不多当 那些服刑人员 就跟我的兄弟姐妹一样 我看到他们特别可怜 你说多冤枉 冤枉死了 你抢个几十块钱 还给你判几年 你就不知道 你做好人 你能挣几十万 能挣几百万 这就是中国古人讲的 太有道理了 小人冤枉做小人 君子乐得做君子 你做好人 你越来越 从那以后我就发现 哎呀 我就发现 原来钱不是最重要的 原来钱买不到的东西太多了 我说做好人 原来这么幸福啊 我也想有朝气 我现在搬不到啊 我现在一进到学校 我看那些学校的学生 还在打篮球 踢足球 我搬不到啊 我从小在我们学校 打冰棒球的冠军天 经常给我们搬进 拿奖状 但我现在成了个废人了 这就是我讲自由 讲民主换来的东西 我现在就想问 我现在去找谁 谁能帮得上我 我有的时候站都站不住 老实说的对啊 你讲那种肤浅的平等 你会丢掉你真正的幸福 你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那个时候你又能怎么样呢 我妈妈对我讲 说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不会放弃你 我要知道有这条路 我干嘛进监狱 我被十三所学校开除 没有一所学校教我这个 我爸爸就对我妈妈讲 说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还能把儿子救回来 就凭你把儿子救回来 我们以后再也不离婚了 这是我爸爸对我妈妈讲的话 再也不离婚了 现在的年轻人都相信高科技 那我就请问 现在的高科技能不能解决 现在的社会问题 咱们为什么造它 不就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 不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幸福吗 但是好像目前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我就没想到这一个小次 它能让我有个幸福的家庭 谁不希望自己有个幸福的家庭 圆满的家庭 而亲人 有余力则学文 落实弟子归 做好中国人 就是我们90后 确实很难管 传统文化真的很好 把我改正了 就是在这 我是由唐山来的 我仅16岁 我首先 先跟大家 汇报两件小事吧 就是我的经历 就是我们90后 都是这么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生在93年 在我 我先跟大家说两件事 在我没学传统文化 在秦王岛论坛之前 其中一件事 在我前年的时候 仅14 仅14岁的时候 就被四所学校开过厨了 没有学校敢要我 就在学校就想着上网 逃学 跳墙 就想上网 在外边又混 什么的 打打杀杀 什么都过 一天好几分眼 一天喝六两酒 什么都干 什么都做 有一次 身上没钱了 在外边过 我就问 问社会上人 我就问他们怎么挣钱 他们说 打架帮别人挣钱 我就有着这个念头 就一直过着打架的生活 终于有一天 就是给我绕着了 斗闹场绝无尽 斜屁是绝无问 我属于 就是给人家制造 斗闹场的事 终于有一天 人家给我绑点了 就有一天 我在街上走着 刚吃完饭 中午 就来了两个面包车 前面一辆 后面一辆 给我堵着了 下来有二十多个人吧 一人拿把 也就正常的七星刀 七星刀 就追着我 这样砍我 我当时跑回家就死了 太险恶了 千万不要跟我学 我妈费尽心思 就给我找了一所学校上学 最后我还是没经济好 一天中午 就是喝了一点酒 喝了有不到一斤 在学校当老大 在整个学校 我就是老大 跳墙进学校 就是把学校 所有玻璃都砸了 我所有班人都骂了 后来就还把一群人给打了 差点在三楼上 扔下去三个人 差点扔下去了 他们 但是喝多了 年房少 勿饮酒 饮酒醉 最为仇 是传统文化 救了我 如果我小的时候 能学 能学习 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五千年的历史 有有仇人的教会 我也不会落到如此的地步 也就是前有一个月 多点 我在家里就无奈 无忧无奈的 就在外边淘气 什么也不干 不务正业 在家玩 气我的父母 在外边还惹事 这人身有伤 疑心有 得有伤 疑心修 我不仅在外边 让我妈担心 在家里还让我妈蒙羞 我非常对不起我妈 在这里 我想跟我妈道歉 妈 对不起 就这个故事 发生在一个月前 我带 我不正业嘛 气我妈 后来我就想上班 后来去了一家酒店上班了 后来还带了两个人 一起跟我去上班 结果这两个人 其中有一个 就给我惹了点事 就给人家那的服务员 发生点口角什么的 就是给人家骂起来了 后来现在找人打架 后来结果吧 结果就找人了 就最后闹的是死了一个 这死的这个人 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他也不认识 为他打架这个人 结果还是我给他 想送到医院的 就是我给他 抬到出租车上去的 但是我在跟前的 特别可怕啊 当时 那个人当时就要 没命了 就在地上躺着 结果写着在胸口 砸心脏上了 写着往胸口外面冒 哎呀 当时 当时我 我有一点怕 脸色特别白 我也抬到出租车上以后 我就捕着他胸口 我就说 哎兄弟可以活的呀 你为了你妈也得活的呀 他就一个劲挣扎 之后到医院门口了 脸色耍白了 就俩手冰凉 死了 后来我就要他的爸爸妈妈的手机号 就给打过去了 我就把他妈妈爸爸叫过去了 我当时是这么说的 我说 您的儿子在跟我一起的时候 就被车挨住了一下 你来医院看看吧 结果 他妈妈爸爸去了 到那的时候 他爸爸妈妈就 看到他儿子死了 心里的痛苦 没人能想象得到 当时两个人就疯了 现在还在修行病院 死的时候是多大年龄呢 比我大一岁 17岁是吧 小少同学 接触传统文化还不到一个月 小少同学 如果你没有学习弟子贵 不知道圣贤这些教育的话 你知道 你以后的这个命运吗 你能想象得到 我想象得到 会跟我的同类 会跟我的同伴一样 现在我同伴已经死了很多很多 在医院的也很多很多 在监狱里面的更多 千万不要向我们学习 这是一种忠告 你学传统文化 你接受古圣先贤的教诲 你是非常幸运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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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少同学 轻轻轻轻地碰着你的脸 为你把人类擦擦 这刻心勿告的 这刻心勇敢祝福为你 告诉我 不在乎的 深深地迷惘的一面 不需要耽误的一面 轻轻地握住你的手 这温暖依旧会改变 我们不欢乐